飞帝不少见,比如美国与阿拉斯加格柱,一个加拿大而成为飞帝,又比如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,因苏联解体、立陶宛,与白罗斯独立而成为飞帝,但纵观世界现存飞帝,中间所格国家,就算不那么友好,也不至于撕破脸皮,唯独亚洲最大的一块飞帝, 与祖国之间隔住一个数百年的世仇,至今仍相互封锁拒绝来往,在实际定义中,外高加索南部地区,被划为欧亚交界线的西亚地区,因此,亚塞败然属于西亚国家,其飞帝也成为亚洲最大的飞帝,也就是亚美尼亚数百年前就宣称主权的纳西谢万, 两国为此决下数百年深仇大恨,双向封锁近百年仍互不来往, 纳西谢万的历史,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,圣经记录为世纪大洪水后诺亚建造的第一城, 因此诞生亚美尼亚文字,但多数史学家则认为,纳西谢万第一个城建制,是在波斯帝国亚美尼亚省时出现, 与希腊战争落败后,被纳入亚历山大帝国, 此后历经亚美尼亚,拜占庭,阿拉伯,乔治亚,蒙古,以及土耳其等各大帝国管辖, 这一切都源自欧亚交界线的兵家必争之地, 作为连线东欧与西亚的关键点, 纳西谢万从未有过和平发展期, 16世纪被萨菲王朝与土耳其当成战场, 你来我往大小战争加起来就打了46年, 19世纪沙俄一家独大才跟随亚美尼亚被列为边疆区, 此时,亚塞拜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比例, 是57%和42%。 两大民族在沙俄管辖下,仍然纷争不断。 1905年俄国动荡不安自顾不暇时, 两大民族各自屠沙区内的敌对者, 又有128个亚美尼亚村镇和158个亚塞拜然村镇被毁。 双方矛盾自此无可协调,彻底沦为死敌。 连对方祭祀寺庙,都被推平或烧毁。 一战后俄罗斯将其交给外高加索联邦带管, 又被奥斯曼帝国战乱侵占,直至英国出面方才撤离。 不舍续之的苏联,刚刚成立旧派军, 将其划入亚美尼亚后再纳入版图。 此时的亚塞拜然也不得不宣布, 纳西切万归属亚美尼亚, 魏表示,公平起见又鼓励公投以名正言顺。 结果出现90%的纳西切万人希望, 并入亚塞拜然的意外结果。 原来,奥斯曼与苏联占领时期, 都曾大规模驱逐亚美尼亚人, 导致亚塞拜然人占比大幅上涨, 目前是99.1%, 最终公投被废,继续由苏联代管直至解体。 都说苏联解体最受伤的是弱小加盟国, 却忽略了可怜的纳西切万。 至少其他国家能回到加盟前的版图, 但欲哭无泪的纳西切万却不行。 因为从古至今,都未曾有过明确归属。 在亚美尼亚与亚塞拜然都宣称主权的八十年代, 还是爆发了惨烈的纳卡之战。 土耳其随后沉兵边界市井, 俄罗斯也屯兵十万制约土耳其。 自此, 纳西切万被国际城认为亚塞拜然非地, 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中间隔注视筹的非地。 1990年正式成为亚塞拜然的自治州国之一, 其面积缩小至5500平方公里。 人口约70万人, 2015年, 然而, 纳西切万的国界线, 分别有伊朗交界的204公里, 亚美尼亚的246公里, 以及土耳其的15公里。 这也代表着一面无法与祖国互联。 另一面又被两国双向封锁。 加之伊朗被制裁自身难保, 只能依靠区区15公里边界的土耳其。 这也是纳西切万人看土耳其电视, 用土耳其网路, 过土耳其节日的主要原因。 从资源角度出发, 纳西切万可谓珍宝及土地。 其金属矿储量尤为丰富, 数百个品种出口至全球80多个国家。 境内属高家所少见的多平原土壤肥沃地区。 再加上雪山诸多不缺水资源。 农产品一直被包揽运底土耳其后在加工出售。 肉类乳制品还出口到伊朗。 但现实中的纳西切万人均收入却很低。 平均水平仅亚赛贷然的70%, 因此长期受土耳其援助。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, 曼西切万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。 围绕小高枷锁山脉, 直至西北部, 都被联合国列为自然保护区。 午夜期间旅行的话, 能看到植被繁密物种丰富的程度, 远超周边几个邻国。 2018年, 接待45万游客中, 有39万来自土耳其与伊朗两国。 本国游客则不足2万。 因为亚美尼亚禁止, 任何从亚赛拜然起飞的航班途经领空, 转到伊朗的成本又过于高昂。 也算是难得一见的奇葩现象之一了。